每个人的忍耐都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不要触碰到他的那个点 总有一天他会爆发 如果遇到一个真心爱着你的男人 你不要一味的去无理取闹 不要有事无事的就去烦他 男人要做的事情有很多 因为他知道他是家里的定量柱 他总是要在外面努力拼搏去挣钱 目的就是想让你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 给你一个安定的家 以下是我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 剧中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男的每天在外奔波劳累 回到家里还要听他老婆的唠叨 时间久了他就觉得这样的日子实在接受不了 起初他和他老婆结婚的时候 他的老婆感情很好 温柔贤惠懂事 总是会在外面给他很多的面子 也可以放下自己的尊严 去为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但时间久了 不知是什么原因 这段感情就慢慢的平淡了 两个人从一开始的甜蜜生活 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感觉就是忽然变成了陌路夫妻一样 两个人之间沟通也变得越来越少 有一次他的男人因为公司的事情 领导派他出去出差 然后他的老婆就说他心里面没有他 整天只知道忙于工作 而疏远了他 渐渐的发生了新冷淡 其实这也不怪他 自己辛辛苦苦在公司干了七八年 现在终于有机会提升自己了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后来出差回来非常疲惫 到家就想倒头就睡 可是他老婆根本不理解他 还是和他吵闹 一直任性的吵到十二点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他老婆心里一直很气愤 总是说他老公不在乎他了 其实他老公心里始终装了 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因为他是他的全部 没有了他 他会觉得世界黯淡无光 当他出差回来的时候 他给他老婆买了很多东西 原本以为这样做会使他老婆很开心 却没想到换来的 却是他老婆对他严厉的批评 他总觉得这样的日子太难熬了 他开始爆发了 直接和他老婆吵了起来 并且说道 每天面对着你的唠叨 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这种日子了 我真的一刻都不想再过下去 我真想让他快一点结束 他老婆竟然连挽留都没有挽留 并且威胁说 离就离 起初他老婆还以为是闹着玩的 可是他到民政局想都没想就把婚给离了 他老婆伤心的哭了起来 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 所以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知道 每一个女人都渴望被自己的男人呵护 两个人相遇不容易 所以你们两个人遇到困难时 就要一起共同的去面对 只有这样才能把问题解决 多一些包容 多一些谅解 这样才能够使你们两个人的婚姻走到最后 婚姻不易 且行且珍惜 感谢观看